各位好 再跟大家聊两句 当我打击军中实践 不好意思 是这样的 这回我们当今圣上 然后被日本的罪人小邦的前任首相 安倍晋三给呛了 这事原本是应该说很出乎人们意料 因为我们在原来看到的时候 都不觉得说安倍会干出这种事情 这回干这种事情 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因为安倍说了 日本跟台湾关系 对吧 如果台湾有事 就相当于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 就相当于美国有事 美国有事 你习近平能看着办 提醒你注意一点 其实在日本人的说话习惯里 一般很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说到这个份上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已经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 可以说他几乎在说 说你如果敢拿台湾 我们就一定要介入 这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然后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国内就一下就惊了 我说这怎么可能 第一 首先你罪人小邦 你原来应该是 你不上供 你不听着咱当今圣上的训导 你居然敢这么说话 这跳两个小丑 然后就直接就说 说我们要薪酬救恩一起算 这话说出来以后 我听着就有点觉得挺怪的 因为说实在的 安倍这边 他能够说出这种话来 他作为战后 日本非常牛的一位政治家 他应该说已经在政团打滚这么多年了 说出这种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表态 如果只是为了台海关系 作为安倍这样的级别的政治家 他应该不会干这种事 所以他背后一定会有其他的目的存在 而安倍上台以后 他是在12年第二次上台之后 他把修宪就当做自己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 他有四条修宪的目的 写入了自民党的公约 就是说自民党本身1955年成立自民党 多少次想修宪没修成 这回他把这个东西写入自民党的公约 就是说这是自民党的一个目标 几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肯定是很正常的 宪法第九条 日本宪法第九条 和平宪法 他把这个要把自卫权写进来 把自卫队合法化 成为军队化 他虽然实际是军队 但是他不能叫军队 所以他要把这个东西合法化 军队的合法化 第二个是紧急状态法 日本政府是个小政府 就是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国内的事情 他其实管理能力 就是管理能力是很差的 但没有紧急状态 您比如说像这回 叫什么 就是这回的疫情 对吧 日本它是苟下来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日本政府的对社会的掌控能力 其实很差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权力很低 权力层级很低的一个政府 跟其他的那些政府相比较起来 咱都不跟大陆比 它跟其他那些政府对社会的管控 比较起来都是一个弱势政府 这是一个 第三个是叫什么 就是教育免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 当然你可以去跟中国进行对比 说人家的教育免费 这咱不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第四个是 我记得应该是参议院选举 选举的一个什么东西 那更跟咱没关系了 如果安倍的目标是把让和平宪法的第九条进行 就是修宪 把这个给改变 把自卫队变作真正的国家军队的话 从法律意义上脱开整体的原本和平宪法的范畴 那这个东西才可能是安倍像这样的一个层级的政治家 他会能够做出的事情 他才会干这件事 他直接就是说 直接去抢我们当今圣上 这个抢习近平 这样的情况下 那他的目标 如果我们把他看作这个事情 看作他的目标 那他这么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首先表达了自己强硬的态度 对吧 引发中国国内对于日本的这种一直以来的这种恨意 然后强迫你进行极端的这种所谓的强硬的回应 然后回过头来反过来刺激日本民众 对吧 刺激日本民众以达成他能够修宪的目的 原本的这些年 就是中日关系极度下滑 原本的对中国友好的 就或者有好印象的人数急剧减少 大概现在来讲 只有百分之十几 那更多的人 百分之七十多的人 日本人 或者是甚至有百分之八十 他对于中国的印象非常不好 对吧 这个也是目前的民意基础 但是和平宪法这件事情 他整个的在日本算是比较深入人心 一直以来的很多的 你不论怎么样 我还是遵循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他自己的军费什么的 在节约 节约了很多的这些军费这种花销 那就把这些东西 更多的投入到的民生当中 日本的可以说社会保障 以及这些东西 医疗保障 它是远远高于很多国家的 而且它的医疗体系 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这和平宪法对此 功不可不 很多日本老百姓也会这么想 但是面对这种直接的威胁 比如说像中国这种回应 说薪酬就好跟你一起算 人家就会觉得说 我们这些年 因为我其实实际上 日本在很多的时候 它已经做了道歉 做了谢罪 它只是过内部报 对吧 有人统计过日本在这方面说 到底你说你得要 它道歉到什么程度 中国这边也没说什么 认真反省 只能说你认真反省 日本这些年也算是认真反省 它实际上而言 它并没有想再跟中国再搞 搞差了这个关系 对不对 而且原本的无息贷款 借款 包括直接的无偿的资金投入 在中日友好的那些年里 已经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 这我说的是日本人看的 日本人看的 说我就是怎么熟岁 我总得有熟完的时候 对不对 你跟我现在薪酬就会 我们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现在薪酬就会跟我一起算 OK好 那就来 日本人性格大家都知道 现在它是很和平 很什么的 你把它完全逼到墙角 这帮人也不是吃素的 对不对 而且它的工业基础 技术实力都在这摆着 经济能力也在这摆着 你再怎么说它失去这么多年 它经济实力还在这摆着 它要是说想直接把自己重新武装起来 其实是非常快的 而且很快它就会超越你现在的水准 因为技术积累在这摆着 而且后边有他老大 对吧 或者他美国爸爸 后边支撑 那肯定是很非常快的能发展起来 用不了几年的时间 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的战斗力 对吧 这个也其实是包括像韩国什么的 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 这个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 不太愿意说让日本重新再武装 成为地区更大的 就是地区里的一个军事上的强国 它经济上的强国没问题 它不能再成为一个军事上的强国 但实际上日本的现有军力 已经是这个地区的强国了 这个都不用说的事情 日本的修宪 它要达成一什么目标 怎么才能达成 它大概有两个基础条件 第一个是能够在众议院里过三分之二 这个东西就现在实际上来讲 这个条件是成熟的 自民党将将过了一半的 议员的人数 跟他联合执政的 还有他在野的 对于日本国家的所谓正常化 修宪是都抱有期待的 他们能够认可 说OK好 哪怕我是跟你联合组阁 哪怕我是在野党 我也可以在这个方面跟你一起合作 把修宪这件事情推动成功 很有可能能够超过三分之二 这个绝对多数 对吧 这个东西它超过以后 还有一个官是日本民意 这个东西只要想修宪成功 你要在日本有一半以上的公民投票 公投对吧 投票来把这个东西通过 你可以修宪 这两个条件 首先政治上 在众议院里 它可以差不多可以做到了 那日本民间你怎么办 现在日本民间 你因为中国的这种强硬的回应 对吧 它已经形成了更多的这种民意基础 也很有可能 这是一个最大不确定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也很有可能通过这个投票 全民公投 这个才是真正的麻烦事情 那如果日本重新武装 在这边有一个强 在东亚这一边 有一个强力的这种军事很发达的国家 大致来讲 这边安稳不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两者平衡 对不对 那昨天有一个人 那就在我这他妈的给我扯 说东风快递洗地这件事情 是这么讲 这是这么讲 如果说日本想拥有核武器 或者就是说 它真的是很快的 它真的相当的快 它的武器级的放射性元素 它的储备量是全球前级位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技术 日本是可以发射卫星的 对吧 日本是可以发射卫星的 它的投送绝对没问题 原子弹这个玩意儿 它的制造真的在日本来 以日本的工业技术来讲 说三天有点过分 说几个月的时间让它能够炸了 这东西应该还是能做到的事情 对吧 你说多了一年两年 最多最多了 它就可以拥有核武器 它只要是想的话 重新武装日本 它所其他的这些 包括水面舰支 包括空军 陆军可能会差一些 在现在它发展的会差 但是这两个东西 它在某种情况下 它在它形成的战斗力 不会比中国差 你可以尽可以放心 不会比中国差 如果你刺激到日本 修改核武器宪法 它重新开始正规的武装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可怕 你然后你说你去东风 你去给它洗地 你想引发核战争吗 对不对 你是洗地 但是它目前来讲 它第一 它没有发展核武器而已 第二 它在美国的核保护伞的范围之内 你去打它 那就等于是全球性的核战争爆发 对吧 你那个核武器的 不论是你的数量当量 你跟美国比个了 你以为俄罗斯会拿 会直接说帮你 俄罗斯现在自己核武器都没多少 这样的话 直接它 你说你是东风快递 美国USPS那东西 它他妈也是 美国邮政局 那个也不是吃干饭的 那就大家全问的 你作为一个 你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你发生核武器 那就是全发生核武器 那就是全球性的 当然北朝鲜那种傻逼可能例外 大家也知道它打不到哪去 往日本扔 可能都扔不到 它可能往中国扔 倒是有可能 这疯了的话 像这种状态下 你把引发核战争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开了第一枪 就是全球性的毁灭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 它就确保什么叫核威舍 对吧 那就是这个叫核威舍 大家一起完蛋 您觉得就您血肉长城的属性 是吧 就您梦江女她老公的属性 对不对 填在长城里的那块血肉 你觉得有任何一个高端地下掩体 会给您老那留一吨位 是吧 在厕所里给你留一吨位 可能吗 不可能 不要想这些事了 不要想这些事了 你只要如果说还有热兵器冲突这种东西 它一定不会上升到核武器 上升到核武器就不是日本完蛋 你给你东风把日本洗了 没问题 一点毛没有 但是你一定会让美国把整个把你的国家给洗了 然后你再拿东风 你反正你也反击 就是因为俄罗斯也开始动手 就大家一起完蛋 对吧 那就完蛋 你要是觉得这个东西这是可行的 大家就疯一下 对不对 反正也不是你死 也不是我死 是大家都死 对吧 所以 就是说我现在的觉得 就是这个在安倍的这件事情上 他直接向我们当今上上 他的目标 其实还就是要修宪 挑动起来中国的敏感的神经 然后对日本的本国国民形成压力 让他们能够通过修宪这个法案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 谢谢诸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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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